但是呢 沙漠之湖在陈池于非洲战场上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重装师他最终要用油 可是轻装师的步兵呢 身上当然都只有步枪啦 可是现在的21世纪 阿兵哥还是只有步枪吗 没有哦 他们现在的服装也不一样了 开始要有什么呢 战斗装甲出现了 战斗装甲 大家来看 新建战将 我跟你讲 这部电影十年前刚上映的时候 我只要看了三遍 实在太精彩了 就像你遇到新建战将这个电影里面 这样的重重大军的包围攻击呢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的装甲 以前穿着防弹背心 戴的那钢盔 开始要改变了吗 要改变了 而且这种战术突击装甲 他必须要能够适应未来下一个世纪的 什么 人类的需求 他要轻到你能够穿得动 他要强到你能够抵御对方的小口径子弹 甚至更大口径的枪炮都不一定 所以说到底能不能成真呢 有可能吗 战术突击装甲 美国陆军正在研发 他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 他的名字很长 露露灯 但是把他缩写就变成Talos Talos Talos是什么 Talos在希腊神话之中就是这一位人物 他是火神跟工匠神所联手打造出来的巨型的 想穿了 就是青铜巨人 Talos 你说他全身都有这样的装甲存在 所以叫做Talos 威力强大 望风披靡 所向无敌 你知道吗 其实Talos也是美国海军前一代的防空飞弹系统 这一次美国陆军把他发展成为什么 轻型战术盔甲 好 我跟你讲这里面有一个盲点就是说 Talos他有一个 诶 罩门 关节 因为关节要转动 这个关节就变成是一个罩门了 希腊神话里面 Talos是一个伟大的青铜巨人 但是他只有一根血管 就是从脖子一直连到这边 你只要砍到他的 砍到他的膝盖的话 他就完蛋了 就很像木马屠城记里面的 那个阿基里斯一样 对不对 他也是脚踝是他的罩门 好 那究竟真正的战术突袭装甲 有没有罩门呢 OK 我们就来看了 美国陆军开发的这种战术突袭装甲 是穿戴在一般的士兵身上的 他这种革命性的智慧装甲 注意哦 他是有智慧的 现在虽然说只是雏形 可是很快的就会拨付给真正的部队使用 所以已经要马上拨到部队里面使用了 其实为的就是要给部队有超人的力量 就是他呼吁科技界跟美国研究机关 现在都要投入这项什么 未来的钢铁人装甲 这个阿兵哥身上穿的就是这样的装甲 Terros的装甲 有没有看到 对 好 OK 其实立冈你记得我们上次曾经讲过 外骨骼动力服吗 外骨骼动力服就是士兵 穿上了外骨骼动力服之后 可以走多远都不会累 对 扛多重 扛20公斤 像什么 像在森林里面这样飘一样 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可是因为外骨骼动力服要接很长的电 还记得吗 电力是重大的问题 重点就是在电了 对 就是电 好 现在这个外骨骼装甲已经改成什么 已经改成在它的整套系统里面 不但有什么 不但有智能材料 而且还安装了感测器 你意思是说本来的我的装甲服装里面 还装了这些 感测器 感测什么 感测士兵的体温 心跳是不是脱水 你的健康状态 通通都可以感测到 而且使用液态盔甲 什么叫液态盔甲 也就是说只要有磁场跟电流通过的话 本来是液态的盔甲 软软的对不对 摸起来很舒服对不对 马上变成硬式的盔甲 你是说因为是战场的需要 所以我就可以像蝙蝠侠 跟钢铁人以内一样 我的衣服本来是软的 我马上可以变成硬的盔甲 就是蝙蝠侠 可以防弹了 蝙蝠侠的真人版出来了 本来是软软的 轻轻的液态盔甲 结果马上变成硬邦邦的 就像凯夫勒一样 凯夫勒的那种刀枪不入的装甲 马上就可以上战场 现在这一套液态装甲 由谁在研发 讲出来 立刚刚你就信了 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的麦金利教授 现在正在 原来不是幻想 而是变成真实的场景了 没有错 正在进行研发了 正在进行研发 所以大家都在想 是不是十年以后才会服役呢 错 三年之内 美国陆军就要派赴士兵 进行真的 人体实验呢 战斗装甲在现在呢 21世纪的阿宾哥身上 可能成为一个标准的配备服装 但是这种装甲服装呢 不止防弹轻薄短小 而且可以增加战场上面的 阿宾哥的存活率 可是呢 最近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下雨下得比较多 可是前些时候呢 在大陆呢 因为干旱的关系 水下降了 这水位下降之下 就发现了一件重要事情哦 怎么水底下 有个水底淋木的存在呢 是谁要把淋木 放在水底下呢 休息一下